今天再次跳舞 再次跳舞 再次跳舞 網紅布萊克薛薛 一開口就大走音 讓現場其他三個人整個笑到歪掉 透過手機下載APP 就能夠放半唱袋再加高歌 是這幾年超流行的居家海唱 你搶到了 你給我聽好 想哭就要想 其實你知道煩惱會解決煩惱 可以線上搶麥留言 拉朋友一起進來唱歌 還有評分機制互動性超高 過去就有不少網紅都曾經下載開玩 如今隨著疫情三級警戒 全民宅在家 這類型的K歌APP下載量明顯攀升 像是全民Party 就強勢霸佔娛類型排行榜第二名 另外第十二名高歌 以及第十四名的全民K歌 第十七名的美華卡拉爸 通通都是類似的APP 大家你看喔 我打開之後 它有分K歌唱將 專業頂尖主持五種音質 而且你可以讓人生出來 不能到KTV唱歌 民眾不只下載APP 就連實體銷售都感受到熱度 好幾年前紅起來的行動麥克風 也在這個時間點網購銷量倍增 電商平台PC HOME 就發現從5月11號到24號 對比上個月同期 K歌麥克風銷量成長六成 另外某某公務網則是因為遠距教學 麥克風五月銷量對比去年同期成長了四成 宅經濟大爆發 對比的新聞 小明珠與佩傳特報道 民眾大牌長龍不忘保持社交距離 在餐廳內耐心等待 全是為了這個而來 以過往佛跳牆和雞湯 原本是婚宴會館準備給客人的食材 現在因為疫情訂單全取消 業者半價售出 各五十份不到一個小時全數賣光 在信莊 經營十多年的婚宴會館 原定九月搬遷 受到疫情影響 只好提前停業 疫情爆發後客人退訂三百桌 加上三級防疫警戒 生意根本做不下去 30名員工只能暫時領三分之二的薪水 不止餐廳 釣蝦場也被列為暫停營業的場所 過去常見企業包場 蝦池被客人圍滿的景象 如今空蕩蕩 尤其營業禁令發不突然 蝦子存活天數短 賣不出去 業者只好想方設法 業者推出借蝦活動 每個客人最多可借五斤泰國蝦回去享用 等疫情過後再上門釣蝦吃多少還多少給業者 原本500斤的泰國蝦已經有40名熟客預訂 減少損失也留住客員 只是不能營業 每天至少損失6000元 水電費照常支出 疫情短時間內看不到盡頭 為了生計 業者只能暫時苦撐 TVB的新聞李國正監獄企 新北市報導